Hello 大家好 蔡醫生又跟大家見面 今次跟大家介紹一下 很多朋友在找蔡醫生的時候 首先問我要種牙的時候 難道很害怕?很緊張? 很多阿叔來種牙的時候 血鴨會直接飆上來 平時是正常的 一過來找醫生 血鴨會直接飆上來 大家有假事有這方面的知識的話 不用擔心太多 你首先一定要了解到 痛是來自哪裏 不痛又來自哪裏 我又跟大家說 首先 當然你不是醫生 不知道是種牙一回事 很多人可能就想到 那個種牙是把整個螺絲放在骨頭裏面 好恐怖 打轉 將它轉轉過來 所以每個人都怕到肉痛 其實我現在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你就了解到 真的不同 首先 種牙我們說 就要看牙肉和骨頭的條件是怎樣的 假使骨頭很薄 那就沒有意思了 醫生一旦做不到 一旦就是 要和你補骨 補骨 補骨粉 補骨 補骨 你的手術會做得很大 所以每個人過來 我首先和你拍過CT 醫生給我看 你需要補骨 不需要補骨 不需要補骨的朋友 那就恭喜你了 種牙就真是不行了 首先你要了解 種牙是怎樣的事 之前有幾集我和大家說了 現在大家和大家介紹 重點介紹一下 種牙是何之位 痛來自在哪裏 我們看到白色就代表了骨頭 紅色代表牙牙 其實人的神經分佈 全部都在骨頭外面的地方 這一層 這裏一層 這裏薄薄一層 我們叫做骨膜 所有的神經 神經都是 黏在骨膜上去 骨頭裏面是沒有感覺 沒有知覺的 所以 我就經常和朋友說 客人說 醫生和你做手術的時候 有個牙肉和你翻得很大的時候 你做完之後反應比較大的 是會比較痛一點的 假如 醫生和你翻開的傷口比較小 當然 醫生和你翻開的傷口 是有原因的 是你骨頭又高 又厚 我說 放釘的時候 就不需要 這麼精準地放到 一定是胸筋位 一定是胸筋位 因為他種牙種得多之後 你知不知道 看到亞洲人的骨頭很薄 特別是悶牙 醫生可能和你翻開的牙肉會比較多 翻開的話 做完之後反應是比較大的 我們說 假如你種目染牙之後 不會拖的時間太長 骨頭還是保存得比較夠 醫生和你翻開牙 他翻得比較小 就說 種牙 傷口會很小 剛才說到的 神經損傷得很輕微 你種牙做完之後 基本上沒有什麼感覺 所以說種牙不痛 是有原因 首先是你自己 條件是怎樣 牙肉又厚 然後骨頭又厚 種牙的時候真的不痛 種完之後又是不痛 那時候因為醫生 蔡醫生這邊和你打麻痺針 是最輕最小 好像頭髮師那樣小 所以 刺針的時候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而且是 我在刺針之前 和你塗一層表面麻藥 小朋友要拔牙的時候 草門膏 史多啤梨膏 上面塗上去之後 基本上牙肉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OK啦 接著刺針的時候又沒有感覺 打針的時候 所以醫生很溫柔的 和你慢慢慢慢推一點點 接著 刺針之後 就沒有什麼感覺了 好了 種的時候又不痛了 種完之後又不痛了 是不是種牙就不痛了 所以大家 各位朋友 一定要早些去種牙 不要拖拖骨頭 不要浪費了 才找醫生 那時候醫生要和你補骨 有骨膜 手續做得好多 要分得好大 雖然種的時候都不痛 但是種完之後就腫痛了 好 現在大家了解到 清楚了嗎 好 謝謝今天和大家介紹的 就是種牙 到底 痛不痛 OK 拜拜 拜拜 拜拜